慈济大爱剧场改版后首部戏剧新作《搜寻者》 剧组选择全剧场景都在机动拍摄已经上映播出 机动市长谢国良和市政府社会处长杨玉昕 安乐区长简易哲 以及本身也是慈济人的机动市议员张耿辉一起参加 在慈济机动进司堂举办的《搜寻者社会关怀系列公益座谈会》 社会处长杨玉昕也在会中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而市长谢国良则是敢配慈济人奉献社会 记住弱势让社会变得更好的大爱精神 透过了这个剧我们才能够了解到我们基隆慈济的师兄师姐 真正在第一线做的工作的那种辛劳 那我看了蛮让我很有感的 因为导演在访谈的时候提到为什么一定要在基隆拍摄 其实他可以挑对他来说以戏剧团队所有的成员来说 更舒适的一个环境 给他们选择在基隆拍摄就是因为基隆的这个城市的意象 他实际生活的那种情境 真正就是有需要让慈济这些师兄师姐这些搜寻者 真正付出力量的这样子的环境 谢国良也强调搜寻者这出细改编慈济志工实际服务的市基 和他大力推行的青年志工电动机车政策不谋而合 市长也强调将把首批符合一万两千台电动机车资格的一万两千名左右青年志工 投入到照顾基隆独居长辈的志工服务中 那我们最近也讨论到一件事情 跟搜寻者师兄师姐们其实是完全不谋而合的 像我们今年其实感谢议会的支持 我们的青年电动机车即将付出实施 那我们有一天我就突然有一个感动 我就打给杨运心处长 说我希望我们今年第一批是一万两千人 他们都要有公益的行为 才能够参与电动机车这个专业 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做太多太早 我们专注在几个让长辈真正有需求有感 所以我们极有可能会将这一万两千名志工 全数的投入基隆的独居老人的关怀身上 因为基隆独居老人 光是厉害的可能就有一千八 将近两千人左右这样子 市长致辞时进司堂也特别打出爱字 象征用爱来服务大众 而民国111年1月底在基隆庆安宫举行开禁仪式的搜寻者 全剧18个个案故事都是由慈济访事团志工 深入社会底层 给予爱温暖与照顾的故事 慈济也特地邀请到慈济志工本尊 和在剧中扮演本尊的演员们同台分享心得 也像是粉丝见面会 现场气氛温馨愉快 搜寻者这出戏女主角由王淑娟饰演 其他知名演员包括陈孝轩 陈明珍 雷宏 尹正等等 数十位演员郑龙华丽共同演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